哈喽大家好 我是乌鸦太太 你们这周过得好吗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家里新天的锅具 厨房对我来说 一直是家里很重要的角落 除了爱吃 料理的时光也让我感觉特别疗愈 刚好之前的锅子 也都用了一阵子了 上海家厨房的家电 也都转送给需要的朋友 这次借由搬家 更新了一批我观望很久的锅具们 我比较喜欢看起来帅气一点的锅具 主要都是偏日系品牌为主 我自己很喜欢日系风格中 提到大人学的概念 越来越喜欢看起来偏沉稳内敛的物品 喜欢安静 但是却有亚耐看的样式 当然因为锅具是用品 所以食用性跟适合自己的料理习惯 也是我考量中很重要的点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喜欢简单食用 并带有大人感的厨房用品 那就一起来看看我的锅具选品吧 我的简单生活练习 2020锅具选品 我们家的主食蛮简单的 一般来说就是以两人的晚餐为主 再来就是简单的早餐 所以需要的锅具蛮简单的 大概就是一个通用的炒锅 一个双耳汤锅 跟一个单饼的水瓶锅 拿来烫青菜或是煮面的时候比较好用 因为之前用的炒锅比较多是不粘锅 最近想开始训练自己用铁锅 所以我先购入一个小的做早餐用的铁锅 打算先从小锅开始练习 觉得比较适应了以后 再慢慢考虑转移 目前我总共有有的四个锅中 只有双耳汤锅是之前购入的 很喜欢这个丹麦品牌Dansk的法廊锅 除了造型很简单 整个锅子最明显的特色 应该是锅盖上方平面十字形的把手 煮好东西上桌时 锅盖可以当隔热垫使用外 平的把手在需要收纳的时候也方便堆叠 我自己买的大约是直径20公分的尺寸 对我们来说煮两个人的汤 或是炖东西都蛮够用的 这个锅子我已经用了大概四五年了 大部分都是拿来煮汤比较多 白色的法廊材质虽然比较不好保养 不过因为我很喜欢它 所以每次使用完都会小心的把它洗干净 锅内有些成年的小刮痕 不过就像岁月的痕迹一样 我不是很在意 还是很喜欢使用它 再来是第一次购买的单手铁锅 因为没有使用过铁锅 所以先从我觉得比较简单料理的早餐锅入手 主要可能就是拿来煎蛋跟一些早餐的肉类 或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可以拿来做简单的小食 这次入手的是柳宗里的手铁锅 很喜欢这个简单流线的造型 看起来有种温润感 锅体内外侧的圆纹设计有细小的凹凸纹路 热源也可以快速传达到食材 我买的不是整只铸铁的版本 因为我的力气比较小 不管什么尺寸 单饼的铸铁锅对我来说拿起来都比较有负担 所以这次购入了这个比较轻的单手铁锅 按照说明书上的方式开锅后 今天要来简单煎个蛋做早餐 使用上跟一般的锅具没有太大的区别 主要是后续的保养细节需要注意 清洗的时候注意不要用清洁剂 煮完趁热的时候用温热的水洗干净 再用纸巾擦干或是放在炉火上烧干就可以了 潮湿的环境容易让铁锅生锈 所以保持干燥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清洗方式也是我觉得做早餐很方便的一点 不需要等到锅具放凉再洗 可以煮完就立刻顺手冲洗干净 目前开用两周还蛮喜欢的 如果后续有其他心得会再跟大家更新 另外想偷渡一下 这次趁着家里没有烤箱的状态下 我购入了一直很想要的陶瓷烤网 除了可以在早餐的时候烤烤面包 烤出我喜欢的网格温吐司 还可以在冬天的晚饭后放上几块日式年糕 看着加热的年糕烹起来又消气缩回去的样子很疗愈 也满足了我一直很想尝试的烤网梦 这种烤网烤出来的吐司有一种炭烤的香气 很像烤肉的时候吃到的炭烤吐司 口感很好 吐司需要一直转动不然容易焦 但是花心思考好的吐司让人觉得很有成就感 另外就是两只北路的锅子 一开始我是锁定日本的雪瓶锅 所以找到这个品牌的 我家晚餐的蔬菜通常是吃水煮的 所以轻便好用的单饼雪瓶锅 一直是我厨房的必备锅具 雪瓶锅上面的垂木纹能提升加热的效率 所以煮水的时候加热也比较快速 适合煮水煮蛋 烫青菜或是各种面食的时候使用 会选择北路这个品牌除了是日本制的以外 戴着昭和风复古金黄色的外貌 搭配浅木色的圆润手柄 在外观上也胜得我心 今天要来做最近很喜欢的柴鱼糖心蛋 做法很简单 水滚后放入鸡蛋 定时8分钟以后取出 煮好的蛋直接浸泡在冷水中 等到蛋壳降温以后就可以剥了 接着用加了柴鱼高汤的酱油 浸泡一碗隔天就可以吃了 早上如果需要快速出门 我会准备一杯咖啡跟一个糖心蛋 如果可以加上一份水果 就是健康好吃的早餐 因为这个雪瓶锅 我刚好也看到北路的不沾锅 深度刚好是我想要的 比一般炒锅的深度深了蛮多的 可以炒乌龙面或是带有酱汁的菜 比较不容易翻出来 加上银色抛光的外形跟底部的印字 有一种很帅气的感觉 锅深采铸造CAS技术 比传统压制技术更坚硬耐用 也可以搭配金属铲使用 在细节上锅边倾斜15度的设计 让汤汁不意外露 这种日系品牌贴心的小细节 会让我很心动 加上清涼化的设计 直径28公分的深锅 不到1公斤的重量 使用上也很轻松 虽然不粘锅因为涂层的关系 对我来说一直在锅具中 属于比较算是耗损类的产品 但因为目前还在练习使用铁锅中 也是真的很喜欢这个锅子的外形 跟细节设计 希望能好好的跟这个锅子 相处一阵子 以上就是我们家 目前服役中的锅具介绍 我自己是属于比较老派的人 厨房加电用的比较少 所以锅子对我来说 相对也蛮重要的 好用的锅具 也会让我的料理时光更愉快 不知道你们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 最喜欢的锅子有哪些呢 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 希望你们喜欢 我的简单生活练习 就会让我来说 我们下期访可不得的 咱们下期订阅 有点赞 有点赞 可不得的 咱们下期订阅 咱们下期订阅